大家好我是愛迪先生 那我之前有對 微波感應混蛋開關 做一個可移動式安裝 那現在安裝好了我才有辦法到各個地方去做測試 那目前啊我在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 浴室這邊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這邊浴室裡面 燈光是黑暗的 那我們走進 門的時候呢 他就會自動亮起來 因為我們 常常到浴室來嘛 所以說 他會自動替我們點燈 這個效果就是不錯的 那不過我們來看一下這浴室講實在話只有一兩瓶大小 那算是非常小的一個範圍 那這樣的話會造成 干擾現象 那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目前我這個東西啊 他並不是 對準 門口 他是 對準對側 就是說我們是從側邊這樣進來的 那我曾經把這個對準門口 結果 不會感應 可能是剛好這個角度問題受到干擾怎麼樣 就不會感應的 然後到這個前面這邊搖晃的時候他才會動作 所以說 在這種 小的空間 雖然是 很單純 都是牆壁嘛 也沒什麼東西 但是呢 這就足以造成 回一波的干擾 那回一波干擾 有時候是這樣子 干擾 的話 不啟動 而且啟動之後呢 不停 本來40秒搞不好 35分鐘 他才關閉 這樣就 比較 難用了 那 如果說 你有這個 想法的話 應該就是說 稍微調調看 因為我是 打算把它 裝在浴室嘛 哪怕有干擾 我還想辦法克服 那變成 轉來轉去 這個角度剛好可以 那當然啦 在你的場所 也許你搞了 還是不行 所以說 這個我們 一般來講 是 不建議 在這種 小空間裡面 使用這個東西 好 那今天就 在浴室 做一個小小的測試 那希望有幫助到各位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 記得按讚分享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